总统亲政13名政务官员勋章 多位官夫人也罕见亮相 难道一等亲云勋章的外交部长吴钊燮 跟夫人一同合影留念 特别是国防部长邱国正 除了带老婆到场 还有一位身穿米色上衣 搭配白色短裙的女儿 先情满满成另一个亮点 而获得最高荣誉勋章的 就是副总统赖清德 我来谢谢赖清德副总统和我 一起在路上为国家的发展 打下重要的基础 毕业倒数即将交棒 总统高挂在外交部礼堂上的照片 等到赖清德正式上任后也得更新 赖清德选用的总统预兆曝光 就是竞选2024总统大选上的这张照片 但细看这张图与平时的照片相比 母皮好像多了一点 就连余伟文也消失了 只随着就任倒数立法院国民党民众党提案 邀请赖清德到立院国情报告 朝野二次协商民进党先出招 因为我是以见证人的立场 我要跟院长请求 总统对不起 我可能要请你离席 你要小心点 一把一人委员从议院长赶出去 这个是何能大事啊 日白总招战国民党尊重院长 黄国昌表明就是不同意你进来 韩国瑜反举国民党杨重英 赖世宝也担任过国大代表 就没这要求 只实质何时来以及寻达模式 过了两个小时 双方仍没共识 既然可以统问统答 我们希望听到的是真切的答案 立法委员在这边绝对不会无地放食 时间上先由卓榮泰率内阁进行施政总报告 全部发问完之后 总统一次的来做回应 底线是一个党团问完了以后 那总统来回答 如果赖清德愿意来将写下宪政首例 但在这之前三党沟通依旧没有交叉点 TVBS新闻刘一句年轩 台北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